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是在前半段讲启示 后半段才讲经历 像《以弗所书》前三章是讲启示 后三章讲经历 加拿大书也是一样 对不对 哥罗西书一样 只有菲利比书 它不是前半段后半段 它是全段都是讲经历 所以菲利比书是一卷讲到经历基督的书 这是我们第一要对菲利比书有的一个印象 那菲利比书一共有几章呢 四章 所以每一章都是讲经历基督 那我们这一周第一章 用准备看一下 第一章 所以它每一章都是一个重点 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 每一章都是经历基督的一方面 好 那第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呢 活基督以显大基督 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经历基督 什么是经历基督呢 经历基督就是活基督 经历基督就是显大基督 好 所以在纲要里面 你们准备看一下 这个纲要从一章三节 当然前两节都是保罗书信的特点 他有一个引言 有一个问安 然后从第三节开始 他就直接切入正题 他就直接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就是要活基督以显大基督 好 那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一共有三个 第一章讲到活基督以显大基督 是有三段的 哪三段呢 第一段是什么 推广福音的交通 好 第二段呢 借着活基督显大基督 那第三段呢 同会与福音一起努力 好 那你一看这个三段 就知道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在 这三段里面 哪一段是正题啊 就是第二段 对不对 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 你看它就是这一章的重点 借着活基督显大基督 那然而呢 在这里 第一段讲到推广福音的交通 第三段讲到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那为什么需要有三段呢 你既然是讲活基督显大基督 那你就直接就讲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还需要前面有一段 后面有一段呢 这就是这一篇啊 等一下请弟兄姊妹查读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啊 这个推广福音的交通 与经历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章其实讲到经历基督 就是活基督与显大基督 那讲到经历基督 讲到活基督显大基督 为什么巴罗要提到推广福音的交通呢 他为什么提到传福音这件事呢 这又不是神命定之路的实行 这是经历基督 怎么也跟福音有关呢 那这个推广福音的交通 到底跟经历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答案是在《生命读经》的第二篇 那第二个问题 当然就是第三段 保罗讲到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那这个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跟经历基督跟经历基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第一点跟第三点都提到福音 第一段讲到福音的交通 第三段讲到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都讲到福音 福音的交通 福音的努力 那所以呢 弟兄姊妹要去查读一下 这个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跟经历基督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在第一篇 第一篇 《生命读经》的第一篇 好 那第三题啊 是比较难的一题 好 那就是在第 这个 因为菲利比书是一卷讲到经历基督的书 所以每一章都讲经历基督 甚至每一节都讲经历基督 好 那所以呢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从菲利比书第一章里面 你从哪些经文可以看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清楚吗 在菲利比书第一章里面 哪些经文 所以你要去查读一下这个经文 在经文里面 拿哪些经文说到经历基督 说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或者说保罗是如何来经历基督的 这个答案是在第四篇 《生命读经》的第四篇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三段 第一段是从三节到十八节 讲到推广福音的交通 那弟兄姊妹特别留意这个重点就是交通 好 他不是讲推广福音 他是讲推广福音的交通 好 所以你看在菲利比书的一章五节 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 什么所有的交通 好这里讲到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 所以在第一段里面 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一个非常甜美的交通 就是菲利比的圣徒与使徒保罗在推广福音上的这一个交通 好那我们读书信的时候 弟兄姊妹那跟读福音书有点不太一样 读书信的时候你几乎是要逐章逐节逐句逐词的来读 好你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词 这是我们读这个保罗书信 特别是心脏书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留意的 好那你看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从整个三节到十八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甜美的交通 好就是菲利比的圣徒和使徒保罗之间 他们在这一个福音的推广上的交通 你会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这样的交通中他能怎么样来经历基督 好你看第三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 好这里讲到谁呢 讲到保罗也讲到什么菲利比的圣徒 对不对 我想念你们 到了第四节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到第五节为了你们 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的交通 好那六节说我深信纳在你们里面 开始了善功的 到第七节保罗说我为你们 后面说因为你们有我 怎么样 在你们里面 你们有我 我在你们里面 在你们心里 对不对啊 后面说我在捆锁之中 后面讲你们众人都与我 同享恩典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一种的关系 就是交通的关系 我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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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不是我们和主哦 是使徒和菲利比的圣徒们 他们之间呢 有一种的交通 你看到第八节 他说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 后面讲到 窃窃 想念 你们众人 到第九节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 好 到第十节 使你们能鉴赏 对不对 后面讲到 好叫你们 存诚无过 到了十二节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之道 到了十四节 大多数的弟兄们 因我的捆锁 好 到了第十八节 为此 我就欢喜 好 弟兄姊妹 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特别在这个代名词里面 你会看见菲利比的圣徒 和使徒之间的 那一个非常甜美的交通 在什么事上呢 在推广 福音的事上 所以在纲要里面 你看一下 在推广福音的交通 在这个交通里面 第一 有保罗为圣徒的 祈求 然后第二呢 有圣徒 与保罗的 交通 第三 有保罗为圣徒的 想法 第四 圣徒 有保罗在 心里 第五呢 有保罗为福音的 受苦 那第六呢 有圣徒 与保罗 所想的 恩典 那第七 保罗对圣徒的 想念 第八 保罗为圣徒的 祷告 那 第九 保罗为福音 受苦 那第十呢 圣徒 因保罗 而放胆 然后十二 保罗为福音 而喜乐 还有一句 就是第十九节的 第一句 圣徒 为保罗 祈求 弟兄姊妹 讲到经历 基督 那一个经历 基督的基础 是什么呢 那个基础 就是在 传福音 这件事上 菲利比的圣徒 他们与保罗 有一种交通 这个交通 也包含在 财务上的交通 即使在财务上的交通 也把我们带到 对基督的 经历里面 有一节圣经 最能够证明的 就是菲利比书 一章七节 你看 这里 你看 是谁传福音呢 事实上是保罗传福音 对不对 保罗说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他的捆锁是因着福音的缘故 然后或者是在辩护 证实福音的时候 这里是谁在捆锁之中呢 是保罗 是谁辩护福音呢 保罗 是谁证实福音呢 是保罗 但是谁想做恩典呢 保罗享受恩典 那众人呢 也与保罗一同享受恩典 所以这个同享恩典 就是什么 经历基督啊 经历基督 就是经历基督做恩典 当然保罗传福音 他就经历基督做恩典 可是菲利比的圣徒呢 他们也没有福音的捆锁 他们也没有辩护 他们也没有证实 他们可能只是在财务上 奉献了一点财务啊 来为着保罗 可是 因着这个财务上的奉献和交通 菲利比的圣徒 竟然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基督 保罗所享受的恩典 竟然成为菲利比圣徒 所享受的恩典 弟兄姊妹好不好 你都不要受福音的捆锁 你也不要去辛苦的辩护和证实 你只要在福音的推广上面 奉献一点财务 你只要在福音的推广上 为保罗祷告 结果你就能够经历什么 保罗所经历的基督 这就是在这个第一段里面 到第二段了 才是重点了 就讲到活基督与显大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你就能够读出 这个要活基督和显大基督的 那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先在福音的推广上 怎么样 与使徒有交通 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 与使徒有交通 我们就有一个基础 能够来经历 活基督和显大基督 好 那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一下 十九节有一个重要的连接词 叫做因为 十八节保罗说到 我就欢喜 其实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 那些人 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 嫉妒增进 有些人根本就是分裂 哎呀 根本不是好好的传福音 但是保罗说 我还是喜乐 保罗为了传福音 受了许多的苦 他在捆锁之中 为什么保罗还能够喜乐呢 因为保罗啊 他享受恩典 对不对 因为他经历基督 所以虽然在受苦之中 保罗还能够喜乐 所以保罗在十九节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能够喜乐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捆锁之中 为着福音受苦的时候 我还能够喜乐吗 两个原因 哪两个原因呢 因为第一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 借着菲利比圣徒的祈求 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之灵 全辈的供应 后面说 终必叫我得救 所以在这一段 讲到经历基督 活基督 显大基督的事上 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保罗 他经历这个救恩 那他 所以经历这个救恩 他经历基督 有一个秘诀 在刚要的一小点的A 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之灵 全辈的供应 因为这个供应 就叫保罗 他能够怎么样 他能够显大基督 所以到了二十节 他说这是照着 我所专界期待 并盼望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说 就是基督在我身体上 现今也照常显大 所以保罗经历这个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凡事放胆 他能够显大基督 那你说保罗啊 你为什么能够显大基督呢 二十一节又一个因为了 保罗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在保罗受苦之中 他在那里活基督 这就是什么 这个是救恩 经历救恩的过程 他在过程中活基督 所以他就有一种的彰显 那个彰显就是显大基督 而这个显大基督 就是什么 经历基督 听众怎么样 你的领会在这里的一个思路吗 对不对 你说保罗 你为什么能够显大基督呢 保罗说因为啊 我生活中啊 我在那里活基督 那我们说保罗啊 你在受苦之中 你怎么还活得出来 我只在聚会中活得出来 我一回到家 一上班我就活不出来了 一看到我那几个孩子啊 看到我的配偶 我就活不出来了 看到那些麻烦的圣徒 我就活不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呢 保罗说因为啊 有耶稣基督之灵 全对的供应 这个供应啊 就叫我能够活基督 因着我活基督啊 我就把基督怎么样 显大了 好 这是在 那所以呢 从二十二节开始 我们就看见 因着保罗显大基督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经历基督的结果 就使保罗的工作 有果子 这个经历基督显大基的结果 就叫保罗啊 他能够超越 这个与主同在的益处 如果在保罗这种悲情的时代啊 哎呀 我看啊 干脆快快离世啊 与基督同在 这是好的无比啊 在监狱里面 实在是非常的痛苦 生不如死 但保罗不是生不如死 他是死不如生 对不对 他下面就说到 我既然啊 这个 知道我活着能够显大基督啊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要活着 好 我还是要留在肉身 那不是为我 是为什么 是为你们啊 二十四节说 为你们的缘故 我就知道我还要活着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我仍然要留下 继续与你们众人同在 目的是使你们 二十五节 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 二十六节 好叫你们的夸耀 在基督耶稣里啊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在我身上怎么样 得以养溢 请留意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解析词 叫做在我身上 你们夸耀应该在基督耶稣里夸耀 怎么会在我保罗里夸耀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夸耀 在哪里夸耀 当然在主里夸耀 保罗你也实在是太不谦卑了吧 对不对啊 你还写你自己 你们夸耀是在我保罗里面夸耀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一句话 在我身上呢 英文叫做in me 就是在我里面 前面就讲到in Jesus Christ 前面讲到在基督耶稣里 后面讲到在我保罗里面 你们的夸耀得以养溢 这里就说出啊 这个没有保罗啊 还不行 对不对 没有保罗啊 你们的养溢啊 就溢不出来了 你说我们不是有基督吗 是啊 我们需要有基督 但基督是从谁分次到 菲利比的圣徒里面 是保罗 没有保罗 菲利比的圣徒就没有办法经历基督 菲利比圣徒就没有办法来享受基督 对不对啊 如果保罗离世了 就没有菲利比输了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来经历基督了 感谢主啊 保罗那个时候还活着 对不对啊 所以保罗就成为享受基督的管道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活基督 显大基督的时候 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就成为一个管道 对 当我们去聚会 当我们去看望 当我们去送会到家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基督怎么样 供应给别人 我们所供应给别人的基督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我们所享受的基督 好 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段 讲到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如果我们这样活基督 显大基督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结果就是啊 圣徒们就会经历 与福音一起努力 在第二段里面讲到 活基督和显大基督啊 都是谁啊 都是保罗 第二段是讲到保罗 活基督保罗显大基督 他所有的这个代名词 都是用我我我我我我 好 但到第三段 你发现了 这个代名词变了 变成你们你们你们 二十七节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配得过基督的福音 后面说 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你们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二十八节你们得救 二十九节你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 三十节经历你们在我身上的这一个征战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第三段就讲到 因着 这一个菲利比圣徒和保罗的交通 所以保罗所经历的基督 就成为菲利比人所经历的基督 那在这个经历 在这一段里面 特别的 你们怎么样留意 二十七节是一个关键 二十七节 这里说 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后面说 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在英文里面 它其实就是指 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并且一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这里讲到 One Spirit 还有One Soul 那中间呢 有一个介细词 中文没有翻出来 就是with 意思是说 一个灵里同一个魂 你们是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同一个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所以这个一个灵跟一个魂 事实上是一件事 不是一个灵 在一个灵里是一件事 而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是另外一件事 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但这里为什么讲到 强调同魂与福音一起努力 为什么不讲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为什么不讲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呢 对不对 这两件事既然是同一件事 为什么刚要只取后者而不取前者呢 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后者这句话 什么叫做同魂或者一个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呢 这里讲到福音的努力是谁呢 是菲利比的圣徒 菲利比的圣徒 为什么他们在福音上能够一起努力呢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基督 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着福音怎么样 征战 三十节说 经历这个征战 谁经历呢 是菲利比的圣徒要经历这个征战 在第一段里面是保罗经历这个福音的征战 但到第三段里面是菲利比的圣徒来经历这个征战 那为什么到菲利比的圣徒 他们能够经历这个征战呢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基督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在《生命读经》的第八篇 也连于我们的经历 这里讲到 他说你要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 你是站不住的 你怎么能够站住呢 除非你征战 除非你在福音的事上努力 他说我们要站立得稳 就必须怎么样 竭力征战 竭力征战才是站立的路 实际上竭力征战就是站住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攻为守 要转守为攻 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进攻 我们的防御就会有缺点 如果我们想要保卫自己 就必须对撒旦采取攻势 这里的重点就是以攻为守 教会生活要怎么样 以攻为守 所以有帝宫说教会生活要有公式的教会生活 意思说我们要主动出击 我们要受惠到家 帝宫说为什么要受惠到家 你不受惠到家 你空等着你的小牌 那就是守势 你站站站你就站不住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站住呢 勾 怎么样能够站住 船 对不对 怎么样能够站住 征战 怎么样站住 就是这边所说的 努力 对不对 哈利路亚 好 这一段我觉得非常叫我们得鼓励 我们经历基督 不仅是连于我们与保罗在福音上的交通 我们经历基督 也在于我们实际当我们去传扬福音 去为福音征战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就能够在这里经历基督 阿们 祝福音 祝福音 阿们 阿们 阿 offense